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 我们的宇宙可能存在于某个黑洞之中 而这个黑洞又位于另一个宇宙 并且我们宇宙中的黑洞也包含了其他的宇宙 这就像是一个宇宙级别的俄罗斯套娃 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宇宙系统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近,韦伯太空望远镜捕捉到了前所未有的遥远星系 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这是堪萨斯州立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 研究团队对263个形成于大爆炸后三亿年的古老星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数据来自于微薄望远镜的深空核外寻天计划 他们发现这些星系中 大约有三分之二呈现顺时针旋转特征 而只有三分之一是逆时针旋转 这个结论让科学家们感到十分疑惑 按照宇宙学原理认为 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均匀且各项同性的 所以星系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随机分布的 即顺时针与逆时针的概率都是50% 这就像你抛100次硬币 出现正反两面的比例应该是接近1比1 但结果却是正面比反面多了两倍 这难免让人怀疑硬币可能被动了手脚 同理 这种星系旋转的偏向性 暗示着某种深层机制在影响宇宙 这个发现打破了宇宙学中关于均匀性的基本假设 对现有理论模型提出了挑战 根据标准宇宙学模型 大约在138亿年前 宇宙所有物质和能量被压缩在极度炽热致密的状态中 随后在瞬间开始向各个方向快速膨胀 随着宇宙膨胀冷却 物质在引力作用下聚集 首先形成了氢和氦 然后形成恒星 星系 这个过程本质上应该是完全随机的 星系的旋转方向应由形成时的局部条件决定 此前的研究也确实支持这一观点 那么 为何顺时针旋转的星系占比明显过高呢 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宇宙学中最激进的理论之一 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存在于某个黑洞的内部 这可不是凭空意想出来的 而是有着严谨科学依据的假说 该理论最初是由理论物理学家 Raj Kamal-Pathria 于1970年代初提出 在标准模型中 宇宙诞生于一个起点 简单来说 它指的是时空区率无限大 物质密度无限高 体积无限小的点 现有物理定律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会失效 而在黑洞宇宙学中 认为我们的宇宙源自于 更高维母宇宙中的黑洞坍缩 物质并没有在起点处被毁灭 而是反弹并开始膨胀 在黑洞事件事件内创造了我们的宇宙 但黑洞是怎么容纳整个宇宙的呢 这与旋转星系又有什么关联 在传统物理学中 当物质落入黑洞时 会被挤压到起点 这个点和宇宙起点的相似之处是 都具有密度无限大和体积无限小的特性 当物理学中提出无限的概念时 往往意味着传统的理论 亦无法描述其性质 所以物质被压缩到极限时 不一定就会变成起点 根据量子力学 当物质被压缩到极致时 可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效应 这种量子效应或许能阻止黑洞起点的形成 物质不仅不会被挤压到起点 反而可能在达到最大密度极限后就反弹回来 并开始向外膨胀 而这个过程 只能从黑洞内部观测到 从外部母宇宙的视角来看 这个黑洞就是一个普通的黑洞 其大小由质量决定 但在内部 一个拥有独立时空的膨胀宇宙正在展开 这就像一个气球的里面套着另一个气球 在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模型中 是完全允许这种可能性的 具有角动量的黑洞可以孕育出独立时空区域 黑洞内部的演化有可能形成新的子宇宙 并且拥有自身物理规律和维度结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那么就会引出一个震撼的可能 我们的宇宙可能存在于某个黑洞之中 而这个黑洞又位于另一个宇宙 我们宇宙中的黑洞也可能各自包含其他宇宙 这就像是一个宇宙级别的俄罗斯套瓦 那么这与微博望远镜发现的星系旋转现象 有什么关联呢 关键在于我们宇宙所处的黑洞类型 自然界中的黑洞大多都不是静态的 它们都会不停地旋转 旋转的黑洞会将其部分动量传递给内部形成的宇宙 在物理学中 通常将旋转的黑洞称为克尔黑洞 是以数学家罗伊克尔命名 因为它于1963年解除了旋转黑洞的爱因斯坦方程 这类黑洞不仅会吞噬物质 还会像宇宙漩涡一样使其旋转 旋转的黑洞会产生一种被称为框架拖拽的效应 因为当黑洞在旋转时会拖拽周围的时空结构 如果我们的宇宙是诞生于某个旋转黑洞的内部 那么 母黑洞的旋转特性可能会赋予整个宇宙微妙且基本的方向性 这种内在的旋转倾向 可能会影响物质的聚集方式和星系的形成过程 物理学家尼科德·莫西基于爱因斯坦家当理论发展的这个想法 该理论扩展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加入了时空脑场的特性 在这个模型中 脑场会产生排斥力 从而使物质不会坍缩成起点 而是发生反弹 这恰好能够解释韦伯望远镜观测到星系旋转的反常现象 假设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母黑洞呈顺时针旋转 那么我们宇宙中的星系也更可能以顺时针方向旋转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逆时针的星系无法形成 毕竟我们都已经观测到了 但母黑洞的基础旋转可能会使顺时针方向的概率更高 从而导致了微薄望远镜观测到大约2比1的情况 更引人注目的是 这种效应在宇宙早期形成的星系中更加明显 因为那时母黑洞旋转的影响是最强烈的 而随着宇宙的演化与复杂相互作用的增加 这种影响可能会逐渐被稀释 当然 根据科学原则的核心理念 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 如果我们不借助宇宙套娃的假说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解释微薄望远镜的发现呢 科学严谨性要求我们 在得出革命性结论之前 需要全面考量所有可能性 尤其是那些更传统的理论 所以 当前最保守的一种解释就是观测偏差 确定星系的旋转方向需要涉及非常复杂的图像分析 在数据收集或处理过程中 如果存在某种系统性偏差 可能会导致某个旋转方向被优先识别 例如 星系的观测角度就可能影响旋转方向的判断 或者在选择分析的样本中存在偏差 也会影响观测的结果 而且 在之前的研究中从未发现如此明显的偏差 不同的研究团队使用不同的望远镜和方法 得出的星系旋转分布大多都是更为均衡的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 它涉及了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大尺度宇宙结构 宇宙中存在由大量星系丝状结构 和空洞构成的宇宙网 如果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存在某种大尺度运动或结构 可能会影响星系的形成 以及它们的旋转方式 还有一些物理学家提出 宇宙本身在基础层面上可能具有内在的首性 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黑洞里 而是源于其他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机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微博望远镜的样本很有突破性 但其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 研究的结果是基于263个可识别旋转的星系 这个样本数量相对于可观测宇宙的数十亿个星系 只是极其微小的部分而已 如果宇宙真的是在黑洞内部 那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认知 宇宙不再始于一个神秘的起点 而是更长宇宙循环的一部分 每一代宇宙都可能具有略微不同的物理性质 有些可能比其他宇宙更适宜形成复杂结构和生命 需要强调的是 黑洞宇宙学仍属推测性理论 它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假说 需要严格的检验与验证 但这正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通过意外观测的异常现象 从而提出大胆的假设 在经过严格的求证 最终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从戈白尼提出日新说 到爱因斯坦发现引力弯曲时空 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他提醒我们 科学的进步从不是沿着既定轨道的漫步 而是在迷雾中不断试错 不断靠近真相的远征